邓丽君翻唱自日本歌手《大串龙策》《茶山花之素》一首有关第三者的日本演歌 在1986年,邓丽君出版了多张日语专辑和单曲EP 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单曲EP有午夜威风,《新路过黄昏》、《Scandal》、《伤心》等等 日语专辑包括《认识光从身边流逝》、《Best 20 Original Best》、《Theresa 10 Concert Live》等等 在日语专辑《全曲级86》中的六首歌曲中,唱片公司为了迎合日本歌迷的口味 灌录了六首典型日本演歌风格的歌曲 邓丽君也是用贴近日本演歌风格的唱腔给歌迷带来了邓氏特点的六首日本演歌 其中的一首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茶山花之素》 这首歌曲从配弃和曲调是非常典型的日本演歌风 邓丽君的演绎也是在整体悲切的情调下 摒弃了日本演歌演唱的气腔 用自己柔和的唱腔把这首整体传统日本演歌风格的歌曲演绎得更唯美和哀怨 歌曲里包含了哀婉和唱网 细腻而悠长 在不失日本传统风格演歌的情调下 使得歌曲更加的精致和小资情调 更增添了唯美风格 这张日语专辑全曲集86分包括六首歌曲 分别是 一 业务 飞龙飞吃 二 丑闻 常见版 三 茶山花之素 四 浪花碑 五 大达母河 六 浪花灯 歌曲《茶山花之素》表述的是爱上他人气的纠结和心中的枯出 有人把歌曲的名字译成山茶花的旅馆 我更倾向于理解为茶山花之素 意思是在冬季即使开得多么鲜红艳丽的茶山花 也是一朵不能等来春天的花 这就是凋零的宿命 因为这首冬花 意为茶山花之宿命 也暗指见不得光的感情 即使炽热浓烈 也等不了春天的来临 这样有着罪孽感的感情 一开始的宿命就是无法延续的短暂的冬花之素 这首歌曲不禁令人想起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邓丽君的另一首翻唱三船盒子歌曲《他人船》 同样是有关第三者的演歌 他人船表达爱情遭遇破坏而心有不甘 泪流满面看住爱人登上他人的船 码头上无语道别而泪湿双甲的情境 茶山花之素则是介入他人感情 钟情于他人气的感情纠结和对这样不伦恋情的无望 注定像冬天的花朵很快凋谢的情感 再联想一下邓丽君那首著名的歌曲《爱人》 都是有关地下情人的三角恋情为主旨表述 倾诉切服之痛的情感表达 不难发现日本演歌里对这样没有结果的感情的描述 不论是感情的被破坏者 插足者还是陷入其中的三角恋人 雨昕在感情卑微背弃的绝望在传统的演歌表达下 不仅有对爱人离去的哀鸣和不堪 还有对第三者拆散感情他人传的愤恨 以及呈现给听众的是很破败的女子遭遇感情破裂 虽然歌曲的感人旋律和表达内涵 是音乐表达情绪或者是情爱的一种寄托 但是在音乐流行迅速的工业文明发展的背景下 把女性放在复杂的情欲关系下的被动角色 还是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日本男权文化 女性卑微地位的侧面写照 我们也由此明白了为什么邓丽君在面对爱人这首歌曲 是的抵触和回避了 由于这首歌曲的版权归属 视频中这首歌的原生影音在某些地区 有可能被禁音或者片段被删减 如果您不能观看到完整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里的链接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视频原生 给你带来观看的不便 尽情谅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燃えたって 燃えたって Ah 人の妻 尽くしても 尽くしても Ah 人の妻 二人 咲いても 冬の花 半分に尽くる サザンカの夜 其实 邓丽君的这首《茶山花之素》 サザンカの夜道 是翻唱自日本演歌歌手《大川隆策》于1982年8月1日发行的单曲 这首歌曲也是大川最畅销的作品 累计销量达180万张 这首歌曲发行4个月后 首次进入工信榜前10名 连续三周排名第二 1983年1月24日到1983年2月7日 サザンカの夜道也使得歌手《大川隆策》唯一一次出现在TBS的《The Best 10》中 这是大川机1969年的《Minnonite Dory》之后 时隔13年推出的第一首热门歌曲 在此期间 他并没有获得任何热门作品 这首歌大受欢迎 并在1983年除夕播出的TBS第25届日本唱片大赏中获得长销奖 此外 同一天 大川本人也在第34届NHK红白歌和战中首次亮相红白 1983年 日本音乐版权协会JASAK宣布 按歌曲分配的版权使用费金额计算 Sysenka No Yado的版权收入在该年排名第三 大川荣策 出生于福岗县大川市 从左赫县立左赫商业高中毕业后 他移居东京 成为作曲家古赫正雄的学徒 1969年 他们以NIPPON COLUMBIA的MINA NITTY DORI首次亮相 并成为复兴热门歌曲 此后 他继续稳步演唱《古赫旋律》 他的一名来自战略一词 使他的家乡大川繁荣 他也被古赫命名 关于荣策 有一种说法认为 给他起名的当时的首相是佐藤荣策 1982年 Sysenka No Yado素山茶花的枝素大受欢迎 销量达180万张 他也是第一次参加NHA红白歌合战 接着这首歌曲的影响 他的下一部作品《练风吹》也大受欢迎 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歌曲的词曲作者 作曲是世川昭介1933年1月4日出生于福岛县郡山市 2006年9月26日离世是日本作曲家 在担任歌手高苍聪和贺田六郎的服务员拎包期间 他自学了作曲和钢琴 1961年 他们以导舱千代子演唱的歌曲《练石田鲁达门》出道 并获得第三届日本唱片大赏作曲鼓励奖 1962年昭和37年 田山绿的《爱来自神代》突破百万销量 次年的秋生街道也连续突破百万销量 1964年 公子秦美的《红豆春》《失恋之花》一炮而红 成为他第三部销量百万的作品 很多大牌演歌歌手都演唱过他的作品 包括石川小百合、都春美、导舱千代子 美空云雀、森昌子等等 我们熟悉的都春美的大阪石语 《月夜散步道》 也就是《月儿像宁萌》就是石川召界的作品 在写《茶山花之宿》这首歌曲时 石川召界似乎对作品的质量很有信心 歌曲一写完就想给大川看乐谱 于是就到他家门口等他了 果然这首歌曲令大川成为了知名演歌歌手 吉刚修作词《市川详界作曲》 刚刚提到的都春美的大阪石语 是《市川召界作曲》和吉刚修作词的 也就是邓丽君国语版歌曲《只要你心里有我》 吉刚修也是《茶山花之宿》的词作者 吉刚修 1934年2月19日出生于山口县 2010年5月17日离世 是一位日本作词家和广播作家 日本作词家协会副会长 他的原笔名是吉刚修 由于这首歌曲的版权归属 视频中这首歌的原声影音 在某些地区有可能被禁音或者片段被删减 如果您不能观看到完整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里的链接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视频原声 给你带来观看的不便 尽情谅解 邓丽君这番场大川荣策的《茶山花之宿》 我们就欣赏到这 如果您喜欢欢迎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